啊,我的家,我的蜘蛛王 蜘蛛大哥,蜘蛛大哥,你看这儿 蜘蛛大哥,你看,这儿有马蹄啊 这就是他们自以为牢不可破的友谊 这就是他们连起手来破坏我蜘蛛王的下场 蜘蛛大哥呀 啊,刀把墙 蜘蛛大哥,你可真是聪明 就这种方法,我一辈子都想不出来 难道别人的家就可以随意破坏吗 这就是他们的友谊,这就是代价 哼,以其自以为是的家伙 我想我可能是这世界上最聪明的蜘蛛了吧 又会蜘蛛,又会惩罚破坏我家的人 这么聪明,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呀 亏我把他们当朋友 他们竟然在背后这么说我 想尽办法想要为大家带来快乐 你们竟然说我自以为是,只会给别人带来麻烦 那你们在背后还说我呢 明明是你们先顾励我,开派对不叫我 我们什么时候开派对了,你还在说谎 我们一块去团块屋吃蛋糕吧 当然好了,听说有了新款的蛋糕 你说谎,你说谎,这是什么声音 柔柔 我才没有,密集 你撒谎,你撒谎,你撒谎,你撒谎 你撒谎 你们在争吵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都不是我的朋友 我又没惹你,你和我们吵什么 是你们先说我胆小鬼的 你们不仅顾励我,柔柔还撒谎 等等等等,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们从来没有觉得柔柔是胆小鬼呀 还有,我们从来没有孤立笔齐呀 怎么没有,是蜘蛛说的,你们都在背后说我是胆小鬼 笔齐,那你说,为什么说我们孤立你 今天你们开大party都不叫我,还说我惹人烦 天哪,这可真是冤枉 笔齐,你想想,如果我们真的在开派对 我们又怎么会在这里 这个 还有,柔柔,你的善良深受我们所有人的喜爱 我们怎么会在背后说你是胆小鬼呢 那为什么蜘蛛会和我说这些呢 也是蜘蛛和我说,你们孤立我的 这个蜘蛛一定是因为我们清理了它的蜘蛛网 所以它想挑拨离间,让我们互相争斗 走,我们去找它 蜘蛛大哥呀 你可真厉害,现在那些小马们一定争吵个不停 要打翻天了吧 那可不是我的智商不认了 蜘蛛,你看我今天不教训你 啊,你们怎么没吵架 你这个丑陋又自以为是个蜘蛛怪 你以为我们的友谊真的这么脆弱吗 蜘蛛大哥,好汉不吃眼前亏 我们快跑啊 呃,等等我 别跑,给我回来 蜘蛛,算了 它们跑了,一定追不上它们的 嗯,算了吧 只要蜘蛛柔柔能够割好就够了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狂欢派对打punty了吧 嗯,这个,这个嘛 还是说没有鼓励我 嗯,当然可以啦 今天的故事大家喜欢吗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留言告诉小花姐姐哦 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一定要订阅关注我们哦 好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